而在菲律宾也有这么一个对家的渴望 还记得11年前的海燕风灾吗 当时重创的土地上都盖起了慈祭的大爱村 当时的村子盖的是简易屋 经过了11年的时间 简易屋即将升级为永久屋了 就在明天会举办盛大的仪式 邀请居民搬进新家 志工今天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 风平浪静 难以想象大海曾掀起滔天巨浪 人类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台风 就是2013年的海燕台风 当时造成了菲律宾400万人无家可归 现在我所登上的这一艘货船 当时就是从海上被冲进了独鲁万事区 这灾难太大 还好全世界志工都飞来菲律宾帮忙我们 我们才可以撑过 重灾区帕洛市 慈济原建大海村 从简易屋到永久屋走过十年 在大爱永久屋 食衣住行到娱乐 志工都贴心准备好 这个放上去他们就可以煮了 这边因为天气热 他们不喜欢有那种厚厚的 他们会铺洗紧 大掌厨的团队不少是当年海燕台风的受灾户主动来帮忙 这边是在河原建大海冲进了独鲁 在河原建大海冲进了独鲁 去服务的捕捉 我为了驾驶 我公司的捕捉 在居住在居住 所以我们认识他们 文宣团队小而美 空拍取景 雷编剪辑总是任务满打 我非常愉快 我看到在居住的初心 和最后的爱情 人们会收到居住 他们有宝宝生机 直播这个重要时刻 工程组烈日下艺人担当 Palo 电脑接触力很慢 所以我们用了星期的技术 来帮助兼职员和工作人员 这里真的很热 停电啦 黑漆漆 但手上工作不能停 超热闹 因为明天特别热闹 一定要报备相机 不弄明天没得失 大爱屋的新钥匙 每把都是幸福配对 两个签他的进不去 看起来不怎么好看 造福有爱 点亮生命的光有我在 大安新闻 吴亦轩 林道明 杨碧芬 哈罗德 菲律宾报道 请不吝点赞 吴亦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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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亦轩